《逆經故事 無妄 上久 韓非 應人主之易論》 無妄 上久 無妄 行有省 無遊利 舞 跳舞祈求 隱身沒有 妄 未婚女子 露出風芒 隱身過早行動 行 十字路口 隱身行走 有 手拿著肉 表示持有 擁有 省 硬精疾病 由 逃避盾盤追打的人 隱身長遠 利 用刀割和 隱身利益 意思就是 無過了行動 但前路不明 得不到長遠利益 戰國末期韓非的故事 開解這隻鵬的鵬耳 韓非 前280年到前233年 又叫做韓非子 公子妃 韓國 深淨人 屬於河南 韓非 出身韓國中室 新於韓國都城 深淨一個貴族家庭 戰國昌紅入面 韓國是最弱小的一個國家 韓國和秦國長期交戰 存在較深的仇怨 宜揚之戰 依缺之戰等之戰入面 韓國主義大軍遭到秦國重創 被秦國卻取了大片疆域 秦國武安軍白起 指揮的依缺之戰 韓國精銳力量基本上都損失太盡 秦國不斷殘食韓國僵域 導致韓國百姓很痛恨秦國大軍 韓滿衛旺十年 前262年 秦國白起 率兵攻韓 一下子就攻取了五十個城 完全截斷了韓國的上黨棍和本土聯繫 韓滿衛皇下令上黨棍棍守馮廷 將上黨棍獻給秦國以求純博式兵 馮廷不願投降給秦國 和上黨棍百姓謀劃之後 以趙國具有最大擴崇實力 將上黨棍的十七座城池獻給趙孝成王 秦國很生氣 引發了長平之戰 韓非有嚴重口吃 但民不流暢 連續五年 上司痛陳時弊 韓滿衛皇十五年 前二五七年 韓非以國家吳尋訪任用嚴明人才 提拔浮誇的人 開始埋頭諸述 韓滿衛皇十九年 前二五三年 孫子離開職下 來到楚國 春生君任命為蘭寧寧 繼續秀途教學 韓非投奔孫子門下 學帝王之術 同學有李斯等一班人 韓非研究老子的道德經 著有解老 禦老等篇 提出君無為 法無不為 君主無為而至 靠法律治理一切 李斯自己覺得才學是不合得韓非的 前二三九年 韓潤衛皇去世 他兒子 韓安繼位 韓非看到戰國後期的韓國 即憑即約 上司被韓皇安 叫他致力修明法制 招立賢人 重振軍事 遠離無益遊說之事 改變當時的自覺不武法制 養非所用 用非所養的情況 韓皇安沒有接下韓非提議 韓非面對身後勢力激勵 和諸侯國居局面 連結正直的人遭受奸邪不正的權臣排斥 他退如著書 寫出孤憤 五道 內處說 愛處說 雪林 瑞蘭等著作 合集為韓非指 韓非在楊權篇中明確指出 君主的權勢不應該表露無為 應該加以隱藏 君主顯示自己特場 正事就不可以辦得成了 君主喜愛自誇情能 臣下就會迎合欺騙 君主使用自考 臣下就詭計多端 國家就危亡 不知者不罪 對於第一次 一日無規定而犯錯 應當寬恕 並立法規則 以後跟從 下次再有類似錯誤 有依據懲罰 為了令君主神聖權力不受到侵犯 韓非主張尊君悲臣 在內處說下提出 李斯在間逐下書中所講的 強公室 道師們 意思就是 鞏固皇室權力 堵失權貴 壟斷政治局面 在瑞蘭裏面 列舉各種勸說君主的難處 有志從政的人 一定要揣摩心理 迎合上意 以其獲得垂青 一展抱負 他出七種 招致殺身之禍 八種 野君主猜疑行為 羅列十三項 迎合上意的建議 瑞蘭或龍點睛一段是 負龍之遺從也 又可押而其也 然其後下 有逆倫敬赤 若人有應之者 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倫 遂者 能無應人主之逆倫 意思就是 龍就是蟲這樣的動物 君神那時 他可以站在他身上氣喚 但是他喉下 有直徑一尺的 度身輪片 如果有人企圖 蚊出這個度身輪片 龍就一定會殺人 君主同樣都有 度身輪片 既然的人 不許蚊出主人的易輪 那就差不多可以有 侍奉君王 在五道裏面 繼承相同的觀點 時代改變 自覺措施 亦隨之變革 五道 是指五種有害著從 擾戀君王法治的五種人 分別就是 利用文獻擾戀法的學者 即如是 放棄國家利益 達到私人目的的言談者 即中環家 使用武力 為今犯令的大劍者 即遊合 團職居其 追求私利的商工之民 即工商企業 依附權神貴族 逃避兵役的患獄者 即逃兵 在主導入面 提出英明君王 瞭解萬日起源 虛無冷靜 對待一切 令到事物呈出真相 神下蒙蔽君主的情況有五種 包括 令到君主閉塞 控制財力 善治法令 扶植黨禹 師自給人好處 明君要令到聰明的人 竭盡思慮 君子就依據這樣決斷事情 鼓勵賢者發揮財幹 君子據此任用他們 行上那陣 可以及時雨那麼溫潤 行佛那陣 就像雷霆那麼可怕 疏漸必想 近愛必佛 疏遠悲賤的人 不會懈託 親近喜愛的人 不會嬌橫 在沽粉裏面 提出有才智 有謀術的人 一定有遠見 並且明察秋毫 迎合君子近臣 不會是因為有才智 而得到信任 君主認為某個人有才智 而聽取意見 然後諮詢近臣 這樣是與蠢人討論才智 有才智有謀術的人 被近臣排擠 處於孤獨 混淨環境 沒有法子一展所長 在憲學裏面 認為時代要不斷向前發展 美法古代先皇 司法古代 不是身性愚蠢 就是故意污衊 不懂得治理國家人 會這樣說 要得到民心 如果得到民心 就可以治理好國家 這樣依韻 本眾就沒用了 聽從民眾就行了 君主尋求聲明通達的人 就是因為文字 是不能信從台作為標準的 在問命入面 又是法律 是處理正視最高準則 言行要功用作為目的 不合乎法令的言論和行動 必須禁止 言論和實後相符 就比重賞 否則重罰 身懷不軌的人 就不敢妖言或眾 韓非總結雙央 身不害神道思想 重點宣揚法 術誓 雙結合的法治理論 法是健全法制 以刑止刑 主張 刑過不被大臣 賞善不為匹夫 術是推人法令的手段 誓 是君主獨長 君政大權的權勢 韓非在治理韓家裏 盼世事之難 人生之難 越盡天下 萬千感懷 總結天子若小 而諸侯強大歷史教訓 主張建立統一君主集權封建國家 韓非善意用大量淺顯議員故事 豐富歷史知識 作為論證資料 用來講明抽象道理 形象化體現他的法家思想 韓非指入 有議員故事三四八則 成為繪質人口的成語典故 多謝一八則 韓非達到先尊法家理論的最高峰 為以後封建社會君主專制制度 提供理論根據 前二三六年 秦國丞相李斯奉命訪問韓國 韓非和李斯秉足夜談 透露心中別滿 將學術作品 《孤篇》《五道》等篇章情節 裸章和李斯交流 文章持無所假 要言不凡 旁征博引 深入展出 情文並茂 混言一體 李斯看了之下好震撼 將作品帶回秦國 秦王正體認孤篇《五道》之後 就這樣說 畫人如果能見到這個人 和他交流 就死都沒有遺憾 李斯和秦王正說 這些書都是韓非所寫的 秦王正就以戰爭要脅 逼韓非出示秦國 韓王安三年至二三五年 韓王安不重用韓非 是因為相信秦國不會再次攻打韓國 現在秦國打到來 慈善戰況很危急 韓王安向秦國各樣土地 派韓非出示秦國談判 韓非到秦國之後 和秦王正對談 秦王正發現 他講話斷足不全 對韓非第一印象很差 將韓非留在秦國 沒有理到他 秦國進攻韓魏那時 楚燕趙瑜四個國家 趁秦軍大軍出征在外 草成四國聯軍 進攻秦國 秦國陷入被動局面 遼惠憲計以重金賄賂四國軍王 等他們各自罷兵 秦王正本來不喜歡這種卑鄙外交方式 李施財主義秦王正 成大事 不拘小智 應該以結果為目標 取得最終勝利 世家門子出身的搖架 自告奮勇 願意重金出市 保證等四國退兵 秦王正很高興 批准搖架出市 韓非不似搖架的卑鄙做法 尚書秦王 說搖架是魏國大道 被趙國人趕了出來 拿著秦王的好處 交結諸侯影響不太好 秦王正照搖架質問 搖架對答如流 為了財保賄賂四軍 是為秦的利益著想 如果是為了交結諸侯 他又何必返回秦國呢 對自己出身亦毫不忍畏 列舉江泰公、管仲 百里鞋等名人為例 講明出身低賤和明星不好 沒有妨礙效忠明主 勸秦王不要聽信殘言 搖架用寵金周旋四國 四國同盟各自退兵 秦王正封搖架食一一千戶 搖架上書秦王 說韓非出於私心無告 包藏禍心 想破壞秦國統一大業 李斯亦都怕韓非受到重用 自己會失勢 連同搖架向秦王無告 他這樣講 韓非是韓國公主 現在你想兼併諸侯各國 韓非只會為韓國著想 而不會向秦國 這些都是人之常情 現在你不任用他 留他很長時間才放他回去 是為自己留下後患 不如依法懲治他 秦王正將韓非交法官秩序 李斯指使人送毒入被韓非 等他自殺 韓非想向秦王表白 但都見不到 秦王後來派人赦免韓非 但他已經死在獄中 韓非故里為河南省中南部西平原 秦國時期是韓國野鐵和駐造中心 境內的韓堂村 有韓家祠堂 立有韓非的靈位 有被當地韓氏家族稱為 韓非衣冠寵的沽憤台 靈位 靈位